謝謝大家支持我們 懷豆圓班啦 超好吃的喔 趕快加入我們的LINE官方 小龍圓班 WFG1855V 江湖鴨 這江湖鴨厲害了 自己看是男兒 他在三重 應該很多人吃過 後面有個飄飄 我脖子好痛喔 三重江母鴨 聽說很厲害 那因為今天朋友來 他們就買個湯底這樣子 然後就過來 我們自己加料 然後呢 但他們還沒有辦法吃這樣 我們加了 我們自己享受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高麗菜 燉到 我燉超久 軟爛 小朋友超愛 然後阿姨第一次跟我說 他要喝江湖鴨的湯 蛤 厲害吧 這是成人吧 我說真的 三重這一間 霸味江湖鴨 實在厲害 他的湯 我剛剛在回喝的時候 超甜耶 對啊 回甘耶 這太強了 而且他還沒有 我們在 我在煮這個湯底的時候 通常阿 外帶回來 煮湯底 沒有加薑汁 嗯 薑汁都還沒加 他湯有夠冷 還沒加喔 沒加 還有兩包的奶耶 我忠心的希望他可以吃到明天 哈哈 我連米酒都還沒加 他湯太濃郁了 然後 高麗菜滾到他有夠 高麗菜好甜 好好吃喔 欸這真的好吃耶 是我今年的第一頓江湖鴨 這家我真的很多朋友說 很有名 就是大家已經說美味 對啊 因為之前阿 人家都說芒嘎很好吃 但我說真的 嗯 芒嘎我沒有吃到經驗 哦 我也吃 我也去吃過 對 但很多人排 這個欸 沒乾 湯口味 燙 你覺得蛋餃子嗎 還不錯啊 真的喔 我今天 第一次吃到 我覺得這家 蛋餃好吃 這是 不是 不是桂冠的 不是 也不是什麼 之前 那是大牌子 你看他這個 龍鳳 蛤 好吃齁 那我之前吃過龍鳳啊 沒有啊 他今天的蛋餃讓我驚豔 哈哈哈哈 龍鳳都更便宜 也沒有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沒有比較貴 沒有比較便宜喔 他調我不錯喔 皮薄肉多 蛋餃 嘿 喔 很少 很少 就是真的很仔細的去 喝這個 醬羊的湯 味道會回甘 他是味精湯 哈哈哈哈 才被告喔 不是 他很甜啊 你不覺得 我都不知道是我家的高麗菜甜 還是他本身是湯就很甜 但我在煮的時候就發現他的 湯 直濃 嗯 那個薑味 那是 他是蠻濃的 味道很濃 嗯 因為這家是我們兩夫妻第一次吃喔 對 其實沒有 我們之前有都有吃過 這一家耶 喔對對對 我覺得他都還買過 認真品嘗 嗯 聽說呢他們 他們就是到晚餐的時候 排隊超滿 內外都很滿 所以呢 朋友特地 四點 早早 四點就去買外帶 比較不用等 然後 拿外帶其實你就買湯底就好了 然後你後面再自己加料 欸他湯真的很好喝 一定要加整顆高麗菜 滾到爛 但是我老婆以為是高麗菜的 好可憐 嘗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嘗 要什麼 超高麗菜 等一下 等一下就給你吃 嗯 那放軟 那你再去吃一下 就吃一下 來吃一下 吃吧 那 那我把你放軟 放軟 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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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高麗菜一炫下去,超級超嫩 超有一點燙 你吹啊 一燒到我們就超熱 幫你摸摸看我頭吃 餓 這要吃早了 這個湯好喝耶 而且我跟你講它薑味之腫 像之前 把魚丸都不太吃的 他今天跟我要求要吃高麗菜要喝湯 薑母鴨 薑母鴨 為什麼叫薑母鴨 是叫薑嗎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冬廳要到 就是薑母鴨 不推 不推 我真的不推 這樣我踩得去吧 對啊 我跟你講 之後要買的話 可能四五點 我就去買外帶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薑母鴨 都是直接是買外帶 對啊 我會去買這間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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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 一些那個湯跟鴨 直接下去 燜在電鍋裡面 讓它滾 然後讓它的那個 整個雞肉啊 一碰 肉一散 這鴨肉好爛喔 要啊 因為我一直在滾它 不然其實大家 一吃薑母鴨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硬硬 有沒有 我們要讓它滾到最好 所以我們就先 一拿外帶回來 我們就先要 放在電鍋裡面去滾它 那我開始走久 等它差不多的時候 它滾得差不多 它滾得差不多 我幫它拿什麼 吃菜啊 他們兩個剛才有連過 我兩個超多完 我給你菜 因為很 很熱啊 一顆都不夠了吧 這整顆丟下去 一直讓它滾 不夠好吃 中天到人 必推 必吃 像我們家三重的 這個很值得 去買好不好 然後建議大家呢 就是 開店前 因為一到六點之後 人就會爆滿 爆滿之後 你就算外帶也 好像聽說就是要半個小時 以上的去等它 好 好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要慢慢吃 好吃 三重薑母鴨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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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